报道称 台湾世新大学中文系 以往每年大一新生都有50至60人 但今年仅有26人 由于招生状况不佳 校方严拟在2025学年起停招 消息传出后在岛内社交平台引发讨论 该校学生表示 不少同学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担心 世新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出来喊话 学校应该重视师生权益 不能随意停招 想救中文 舍我其谁 如果真的过几年之后 那个中文系没了 可能对我们来说 就是编证书没有用的这种感觉 最担心的是 就是居然我所喜欢的中国文学这方面 连自己的学校都这么的排斥 创办人是舍我先生 我们都说他会生气到 他的雕像会自己爆炸 其实很多老师都没有办法接受 台湾世新大学回应称 这是学校在面对岛内 少子化浪潮的调整 11月将召开说明会 与老师学生沟通 如果2023学年的停招申请 获得台教育主管机构合定 校方会在2025学年度停招大一新生 待已入学的学生都毕业后 该系所才会正式走入历史 中文系其实也没有低于那条线 只是说因为在其他系所的招生率 都比较高的情况下 好像中文系就显得好像在拉大家的后腿 台湾中文学会发表声明 后职人文是最好的人才投资 台当局教育主管机构应从政策面着手 面对近几年人文学科发展失衡的危机 谢谢你